好的 那我们下午的话呢 来把任务一还没有完成的部分 把它继续完成 我们早上呢已经让大家可以 对 我忘记开那个 好 再打开这个 还好 虽然当机都还可以还原 你看 Notion 它也是自动存档 所以其实只要有自动存档 原则上应该损失的机会 或者是损失的亮相会比较少一点了 我们都有 还在 还在 好 那早上呢 我们在这里已经让大家呢 先体验到了AI的部分 那我怎么样来产生图片 那也利用这个什么 利用这个多栏的排版 好 让大家呢可以实际去运作一下 好 用拖曳的方式 你可以是事后的拖曳 或者是事前呢就直接插入 这样效果都OK 嗯 那么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在AI这个部分啊 我们有用的MyEdit 有用的Beam 嗯 那么其实 ProMe 那个AI这个其实也是不错啦 好 这个也是 一个不错的生成的一个方式 那它本身呢 有 这个 英文版 有简体版 没有中文版 哈哈 好 那这个部分啊 如果你要像我这个有自动翻译的 其实也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服务比较特殊一点就是 如果呢 你没有 你没有登录账号 其实也可以用啊 对啊 你看我这样直接进来 有没有就可以用了 没有登录哦 一样可以用哦 那 这个呢 AI它蛮特别的 它跟其他的AI有一些不一样是在这里 好 你可以看到 诶 它有草图渲染 你可以把照片变成线稿 诶 甚至呢 还有涂抹替换啊 好 还有当模特 还有尺寸的往外扩张 那这个呢 都是它跟别人一点点不一样的 比如说 像这个 你看我们在这里 诶 你有 你如果会画这种 这个是属于 它的叫做 草稿 我现在用的是草稿的一个渲染 也就是说 诶 我 选择的这一张 你可以 你可以用手绘的 那 选好之后 你可以来告诉他 诶 这个是属于我在规划室内设计的 有没有 一样 又有风格 对不对 你是哪一种风格的 你要卡通的 还是电影风格的 然后呢 你渲染的 是比较精准一点 还是比较概念的 你 如果没有太多想法 也不用跟他讲话 直接就开始生成 那么你也可以告诉他 啊这是什么样的内容 开始生成都可以 好 所以如果像我这样 我就直接开始生成 那他呢 就会 开始 直接做了 你看这个是不用注册就可以用的 诶 我现在翻成中文好像他怪怪的 哈哈哈 好啦 我还是把它解除一下 这里叫他不要翻译 哎 来 恢复原本的 那我就用英文版的就好 OK 好 那你看我 我用这个好了 然后重新选一下 好 那一样的 这是属于室内设计的 嗯 看你要哪一种风格 深层 然后他在下面这里就有 哎 其实刚刚有深层出来了 没有看到 你看 所以以后 你只要绘画草稿就好了 哈哈哈 对不对 他就把你做好了呢 真的 有没有深层很多种 所以像这个 哎 我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一样 我可以再贴过去 好 那你不要忘记 我们刚 早上有提到 他最多就是几个 五个 好 分成五蓝 哎 那像这个 如果你要不要放这边 因为下面这里是两蓝的嘛 你看 拉上来之后 如果是 没有分蓝的 他那个蓝色线比较长 你看我拉到这里来 有没有 你可以选择 我要对齐第二个 还是要对齐第一个 好 那我拉上来 就对齐第一个 这样子就进来了 所以 他的排版功能是没有那么强啊 但是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的 OK 那 那 有这个之后 我还可以深层哦 你看哦 我们刚刚 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 你们有进到这个地方吗 我先把画面 这个 网址先给各位一下好了 虽然我现在没有中文版 但是基本上 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 你可以试一下 现在用的是所谓的草稿 直接生成 这种照片的图档 那如果我这个做好的 其实我还可以把它怎么样 就是 拿进去 我把 外部的这部分 把它带进来 也就是说你现在生成了 类似像刚刚的那个内容 来我把那一张 我先把它存起来 其实你用它的范例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在学AI嘛 AI是顺便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说 那我这个东西 我想要 我先用它内建的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 比如说这一张 以往我们像这种状况 哎 我有一张图 可是旁边 这里我不知道 就是 只有拍到局部 但是我想要让它更完整 你大概就没办法 因为你要再做合成很困难 那这个所谓的outpending 其实在Photoshop里面 现在也有类似这样的功能 就是 叫做 深层式填充啦 背景填充 好 你可以自己决定 比如说哎 这一张 那我现在呢 好小张一点 我希望它是在一个公园 对吧 你看这里 有没有 你可以选择比例 好 变成16比9的 好 这是3比2的 16比9的 好 好 in 比如说你就告诉他 in 嗯 哈 好 在一个公园里面 然后呢 我就告诉他 深层 他就开始帮我把周围的场景 把它产生出来 那这个部分啊 这个是等待的时间 就是 因为我现在连注册都没有嘛 那可能有一些图 他现在有人在用 那所以这个呢 他就会有一个 等待的一个 空档就对了 付费的 就不用等待 这样 OK 那当然这个深层之后 如果你要下载他大张的 也是要就是 升级啦 但是我觉得他好处是 我今天即使没有 注册 没有登录 我们一样可以用 因为他的功能 其实还蛮不错的 这个服务啊 比较少有人介绍 比较少人介绍 好 利用他在生成的这个过程 我顺便 跟各位提一下 刚刚我有给各位网址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网站 我想要整理一下 那你会怎么做 我们可以把他网址贴进来 对不对 好 你看哦 把网址贴进来 就在这里 好 贴进来之后 他就问你三件事情 第一个 就这样就好 第二个 变成不骂就是书签 好 变成书签 第三个 直接砍入他的内容 把他的网页 就是迁入到我们的 这个notion里面来 我们先看看第二个 好的 变成书签 有没有 他会自动帮我们去 抓一下他的描述 跟网站的标题 就像这样带进来 那如果呢 你是迁入砍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一样我把它贴进来 用这个 有没有 这样就放进来 不过有些网站允许 有些网站不允许 这个跟 一个东西有关系 叫做内农 农 农场 好 所以呢 你看像这个网站是允许的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但是我虽然没有到他的网站去 我也可以透过这边来操作 这样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这个是 跟各位提一下 好 还在等待中 没关系 那 像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任务里面的第五个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整理AI的相关的学习资源 可能是文章 对不对 网路上的文章 可能是影片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哦 像我们刚有提到 我们的那个 教学影片有放在上面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是YouTuber的 你也可以像这样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倒数计时的 我就把这个网址 复制起来 然后就拿过来哦 因为他呢 有这样子 迁入砍入这样的效果 你看我就直接砍入影片 有没有就进来了 所以其实你如果 假设我是要学习一段 这个YouTuber上的影片 我可以像这样直接 就放进来 不见得一定要 另开YouTuber才可以看 那所有的这些网站啊 很多他都可以放的进来 他都有支援 包括你刚刚看到的 YouTuber 包括 Google地图 好 甚至呢 你来自云端硬碟的 很多服务都可以哦 其实Notion他本身也是什么 也是跟Canva一样 广纳百川 希望你可以怎么样 拿更多进来 所以你看我们左手边这里 有没有一个Import 哎 这个地方 你看他告诉你从Word啦 Mathdown啦 网页啦 更多 所以你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哇 他支援的服务好多好多 连 Apple Note也可以叫进来 有没有 所以 他摆明了 就是要来抢人的 所以呢 其实 那个微软的OneNote也有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从这边 汇进来 其实 这里只是一部分哦 只是一部分而已 智商还有更多 你看Google文件啊 也都可以 你直接 从这个加号那里 或者我们按下那个Mathdown 有没有 右上左下的斜线 你往下走 你会看到有一个 类别哦 你看如果我们插入图片 你要来这里找 插入网页 你要来这里找 插入影片 要来这里找 有没有 就会有点辛苦 所以都不用 你就网址贴上去就好了 然后呢 档案也可以上传 就是比如说你是附件的 包括 这个Word 来自有PowerMint 都可以 那我们要往下看的是 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往下往下 再往下 Inband有看到的哦 哎 你云端硬碟的 这个目录 档案 你看Google地图 Figma Figma 之前也有流行一段时间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Middle Sketch PDF TypeFone是一个那个 制作表单的 连Loom都可以 Loom就是你现在看到我 左下角圆圆的这一个 它是一个录影团体 但是那录影团可以上传到 他的网站 所以他上面的也可以放进来 好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程式码的编辑 有没有很多 GHub的 这个也是 下面还一堆 所以他资源的 其实这个服务很多 不是只有单纯你这边看到的 反正你就不要客气了 看到的丢进来 试试看看就可以的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生成完了没有 应该有了 有 你看 他有没有自动延伸出那个内容来 本来只有这样 他就把公园旁边的内容 就依照你现在看到的就长出来 好 所以 这个呢 叫做背景的一个深层式填充 以往要做这一块 其实是 破绽通常会很多 但是现在呢 透过 AI这种深层 变得很快 好 一样的 我要放在这边 你看 所以你只要丢到这个 里面的区块 有没有 他就会受到他影响 你要放在这里也可以 所以呢 我们利用这个方式呢 让大家也顺便了解一下 我们任务里面的下面 你如果有找到 他的这些学习资源 我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好 来 哎 那在这里如果我空间不够怎么办 因为你看哦 我在这按人的 哇 他深层的是在里面 没关系 你就按着往下啦 有没有 放在他离开那个分栏 的那个界线里面就好 好 如果我要再隔开 就咚咚咚咚咚 所以 以前我都不太喜欢这样分开 但是在notch里面就没关系啦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任务一里面的第五个 整理一下 AI的学习资源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把它复制起来 我们再拿过来 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标题 好 紧字号 就给它贴上去了 然后这是第三个 OK 好 所以你就像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 把资料整理好 那他因为页面就一直往下延伸嘛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 就是 那个分页的问题 反正就一直往下看下去 这样会的吗 所以就麻烦大家呢 你把 这个 学习的资源你可以找一下 好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那当然如果 你觉得 你觉得 我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 Promote 提示词 我建议大家 这里有两个 也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那个 学习的工具 在这边 因为有些时候说真的 如果我们在用文字式的问答 那大概还好 你顶多就是翻成英文 好 但是如果是那种生成图片的 他的一些专有名词 不同领域专有名词 包括摄影啊 灯光啊 可能这个差距就比较大 那你就可以利用人家整理好的 那这里有两个 我觉得蛮不错的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一个叫 OpenArt.AI 所以一样的 这个 你可以复制起来 那我就拿到这边 好 我再把它整理上去 好 一样我就让他bootmark就好了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试看看 他本身其实也有提供就是 可以在线上直接生成 好 但是我这个就不用 因为我会找他有一个 比较大的原因就是他 有提供什么 我们分门别类 你可以看到他 帮我们做很多的 这个类型的整理 英文看不懂 没关系 翻译一下 这里翻译这个页面 好 这样有没有比较看得懂的 这个叫低聚生物 就是比较低面数的 就是比较有那个像素化的 有没有 帮我们做好了很多的分类 那这个对我们在做生成图片 有很大帮助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分类 真的还不太容易 那你看哦 要可爱生物 我就点进去咯 点进来 这个类别的 你就找找看他下面有很多 看你要哪一种 好 假设呢 你要你看他那个Promoter 都在他的下方 我看一下 皮卡丘的 应该下面还有吧 这个狐狐狸的 点下去 OK 你看Promoter 你可以直接复制 有没有 那他事实上这个还有一些风格 他比较像那个 对不对 比较不像卡通的 好 所以我在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你要把它翻成中文来看一下 因为翻成中文你会比较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因为平常我们用那个就是只有看英文的 应该说只有用中文去讲 其实常常我们只会想到一部分 比较可惜 看一下 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 好 OK 你看 一只成年的 雌性的 毛茸茸的狐狸 穿着这个 喝着一杯这个 好 来 你看一下 数字艺术 有没有 就是说他是属于数位的 好 不是那种就是手绘的 然后呢 这个叫什么 R station 这个不知道 然后呢 后面 哦 他用比较大的8K的 所以你用一样的这个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你用早上的 这里 我就可以拿来这边生成 因为大部分的 其实这些参数啦 语法 很多都会支援 当然不是所有的 因为不同的 这个生成系统 他的参数会不一样 但是 你用这样的英文的描述 去产生的 通常效果会比较好 哦 你看有没有 哦 又帮我们生成了好几张 哎 那这个 你说要大张的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再把它拿过来 所以 像这边啊 这样子 各位就会比较清楚 你看我点进去 这一张就是大张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因为他帮我们做了这些整理 那我们 在找资料啊 就相对 比较方便一点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有一个 叫做设计好自在 对不对 这个的话 哎 是Facebook的 难得有台湾人吧 那我觉得他蛮特殊的 然后就是 你可以看到你点进来之后 他去试了很多像这种 还蛮好玩的 拆解的 比如说你看相机你要拆解 那这个你要怎么下提示词 对不对 你的咒语你要怎么下 你可以点到他的图片之后 他的右上角就有哦 你看 这里有没有 他有那个 所以他分享了很多这些不错的 你可以先从他的那个 这个设计好自在这边进去哦 那你去找找他的一些照片或文章 你看 像这些 哎他就帮你 列出来 你看冰块里面还有 对不对 以前我们要做影像处理要做这一块 其实不大容易耶 真的真的 你看像这个 他的提示属在这边 好那这个呢 我们 这个文字没办法复制要怎么办 找Google 找Google 按右键 智慧镜头好吗 按下去 有没有就可以用了 这也是AI嘛 好文字点到他 选取 来 来 我就复制这里就好了 哎 好 在这里 有没有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文字复制起来哦 那就可以拿到我们刚刚的 这里 再把他生成一下 哦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翻译一下啦 哈哈 冰 建在全白的什么 铝 铝 铝箔罐上白色背景 库存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 哎 真的有耶 你看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设计人员会有点害怕的 因为以前你要学Photoshop 学以达推特才可以认真的 完成这样的东西 现在都是出几个嘴就好了 好 所以一样的我就把它贴进来哦 好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那我就是把它整理好 好 刚贴到上面没关系 我就拿到下面来 放到他旁边 这样就变两难了 说真的 那个提示史最好都能够复制起来 不然的话 很容易就 看到这一张你也不知道 他的提示史是什么 当然也有服务是反推的 就是 你给他照片 然后他就反推给你哦 这一张我要用什么Promote 不过毕竟这样是 反向编辑 所以 其实跟他最原始的那个还是会有差 好 这样子 各位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任务1A 就是 让各位呢 再把这些内容把它整理起来 你就可以试看看 刚刚Google智慧镜头 会不会用 有没有不会用的 好 有同学问到什么 请问刚刚的智慧镜头 可以再说一次 好啊 你只要用的是那个 Google Chrome 其实 Google智慧镜头 这个功能 最早是出现在手机上 对不对 但是 应该是 前年吧 那时候 Google就把它移植到 Chrome浏览器上了 因此 你只要是网页上看到的 比如说 你看哦 不只是图片哦 好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如果是以图片为主 我们先做一次 好 来 你看我 在这里好了 这是一张图片 因为这不是文字 那么我就在这张图片上 按滑鼠的右键 你的 这个名词 它不见得是叫做 Google智慧镜头 它有的版本 它把它称作 Google搜寻图片 但是其实它的功能就是智慧镜头 好 在图片上按右键 找到它 按下去 你的右手边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 提示 有没有看到 上面就叫智慧镜头 那它可以做两件事情 一个 就是 搜寻这一张图片里面的东西 好 有没有 影像内容 哦 这个是像什么 有没有 第二个 就是它上面的文字 它也可以辨识 那你进来之后啊 这个范围 你可以自己调整 就是它 帮你去辨识的范围 好 帮你辨识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调整 那你可以发现这些字 有没有都变成 像这样 可以选择了 原则上印刷体的部分 通常都没问题啦 除非你是手写的 好 那如果你想要 找到这个字的内容 你可以这样直接复制 Copy 那也可以按到文字这边 它就变成是 去搜寻这个文字的内容 有没有 你看选取 你可以复制 可以朗读 它也顺便帮你去找这个内容 所以你要怎么样的范围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就当作它真的是文字 反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复制起来 那如果你有需要翻译 就找到翻译 它就直接帮你看 要翻成哪一国语言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蛮有用的 那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不是只有一张啊 我可能像你看 这是有 这里面 一二三四 四张 还有这里有字的 这个是五张 我想要一起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因为你按右键只有一张嘛 所以你就在 网页上空白的地方 这种空白的地方 你按一下什么 右键 一样 Google搜寻图片 按下去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 我要网页的哪些区块 所以现在这些功能 你都不用拿出手机了 好吗 有没有跟刚刚一样 他就帮你判斗 哦哦 这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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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的 就可以拿来用的 这样了解了 所以你感觉到 如果你这个功能不会的 赶快用notion记录下 自己笔记一下 对不对 这样你就会啦 OK 所以 我们任务一 就麻烦各位 咯 来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